近年来,美海军在亚太地区的活动愈加频繁,按照所谓的亚太在平衡政策,未来美海军60%的舰艇都要部署在亚太地区, 其中西太平洋更是重中之重,每时每刻都有大批舰艇在该海域活动,而在这些舰艇中,混杂着一些身负特殊使命的军舰,他们在东亚海域进行水文情报资料的搜集,投下大量的声纳浮标,水下潜航器等搜集情报,为未来可能的冲突进行准备。 据报道,日前美海军里根号航母率领多艘舰艇,再次进入南部海域,再次宣示美军所谓航行自由原则,据悉就在美航母开始此次巡航没多久,就发现编队周围有大量的渔船若隐若现。 按理说,在南部海域这样富饶的海域,渔船是非常多的,不值得大惊小怪,但是这些渔船却一直围着航母打转。 这是要干什么呢?实际上,这些渔船是美国海军的老朋友了。 当然,美国海军海洋侦测船无暇好的遭遇大家都熟悉。 当时这艘侦察水下潜艇活动情报的侦察船在我近海现身,这显然是不怀好意,然而由于该船处于公海,我海军也无法对其动武。 然而让美军没想到的是,大批渔船此时围了上来,将无暇号团团围住,甚至还打喇喇上前切割无暇号投放的拖夜声纳。 而这还不算完,2016年,美海军在南部海域投放的水下潜航器,刚刚放入水中就被不远处的我军船只给捞了起来。 当时这艘军舰放下一艘快艇,迅速逼近美军投放的潜航器,并将其打捞出水带回母舰。 而美军显然是有些措手不及,没有任何任何阻拦。 虽然后来经过交涉,美军要回了这台潜航器,但是其内部的奥秘,也已经被彻底掌握,不再构成任何威胁。